欢迎大家来到杨凶咖啡店 就让我来带大家一起去聊时事吧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又回到了杨凶咖啡店 在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一个历史的话题 也就是关于纳粹德国跟槟城的关系 针对这个话题呢 其实早前我是有跟大家讲 我是答应了大家要去讲这个话题 是因为之后 因为有一些其他行程上的安排 还有我学习上的单误 当然还有其他视频要去做 所以我一直忽略了这个话题 刚好今天晚上呢 我就把我的心情整理了出来 就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 也就包括我研究里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也就是日本殖民时代的马来亚 纳粹德国跟槟城的关系 首先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二战的知识 我知道二战的知识 在马来西亚中学的历史课本里面 包括我这一代呢 我们的Sajara讲实话 日本殖民时代只是那半夜而已 他连一夜都没有到 就讲到半夜 然后那一半的夜呢 他只讲到日本来马来西亚 统治了三年零八个月 然后很可怜 我就这样子草草带过 又讲全世界大战 包括丢了两绿原子弹 就结束了 其实讲实话 我觉得这些历史呢 这样的论述方式真是对我们的祖先 牺牲那么多的祖先 还有对我们国家 改变历史那么大的一个篇章 的叙说 我觉得是很不公平 所以我也希望通过我频道呢 通过我今天的研究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历史 我们所不知道的部分 还有我们认为 小小可能不会改变历史的事情啊 我觉得今天可以跟大家讲出来 还有它的重要性 我先讲一下这个日本殖民马来亚的过程啊 简单来讲就是大家知道日本之前就已经在中国 扩张它的这个影响力了嘛 它首先先占领了可能东北三省啊 之前还有台湾啊 在之后它占领了东北三省 成立了一个围满洲国 在1937年的时候呢 就爆发了一个鲁沟桥事变 就是北京发动一个事变 所以全面开打了这个抗日战争啊 然后在1941年末呢 因为日本的这个战争也行越来越扩大 他们就贸然的要去炸美国的这个珍珠港 为了所谓的军事目标 这个东西呢 历史的以后再跟大家讲 为什么要去炸珍珠港 还有一些海军的考量 当然之后 自然你炸了珍珠港 你得罪了美国啊 他也不屑了一顾啦 他也决定呢 要去占领东南亚 他占领东南亚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当初啦 英国的还有美国就是对日本实施了 所谓的石油禁运嘛 你没有油 你没有自然材料 当然最重要的烧布全部都禁运的时候 你告诉我你怎么样 支持你的战争机器 你怎么样做党客 你怎么样做军事武器 然后你又拖在中国 中国那个战场已经是僵局了的 虽然讲他占领了主要城市 但是他要继续拖下去 他也不知办法 所以为了寻求破绝啦 其中一个主要占领的地方就是南洋这些地方 包括马来亚印尼啊 这个菲律宾 所以他就开吓这个南洋的战役 他就打之下来了的啦 其实 在美国珍珠港 爆发不久之后啦 他的军队已经准备好了 从泰国北部 还有Kotabaru的北部就登陆啦 以非常迅速 好像少过一百天的方式 就占领了整个马来半岛啦 英国人呢 也就因此啊 结束了他在马来亚的这个通知啦 从来没有想过 白人的世界会这么的崩塌 英国人曾经以为是自己是至高无上啊 帝国主义啊 等等之类的 那种白人至上的社会阶级啊 完全整个就一夜之间崩塌了 白人将会保护所谓的殖民地百姓 白人将会带给我们所谓的文明的 这些所有承诺就一夜之间就破碎了啦 也就促死了 比如说像李光耀还是很多马来亚后来 独立的领袖呢 从此对英国很失望啦 所以他们就会争取后来反殖民斗争 但是那些也是后话啦 但是我们知道对日本来讲的 马来亚对他们最重要的 无非就是这个自然资源 我们那时候有最重要的是 Tin跟Rubble嘛 锡矿跟香蕉叶 都是对日本战争机器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他为了占领马来亚 确保没有人反抗他的时候 他就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哦 叫做肃清 肃清 什么是肃清呢 可能年轻一代的朋友不是了解 肃清就说 他们就尝试在马来亚 因为当年马来亚的活动 华人是支持中国抗战的 我们的很多租线 把很多钱捐回去给中国 有些人就做自愿队 去担任司机 载送货品 从缅甸载到中国去 还有有些人就是开飞机 走过陀峰航线 就从印度驾飞机 飞过喜马来亚 三号到中国的 当时的暂时陪都重庆 运输货物 还有有些人甚至参加 南桥 有些叫南桥集困 有些是抗战队伍 总之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就是支持中国抗战的 所以对日本人来讲 为了能够确保他的统治是稳定的 并且能够有效的掠夺东南亚的资源 为了他的战争武器 他就实行了整个马来半岛的大屠杀 专门针对华人的 他们就从新加坡做起 屠杀到巴都巴哈 屠杀到吉隆坡 再屠杀到越来越上 包括北马都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是很可可怜的一个篇章 也就是因为这一段篇章 讲实话也埋下了马来西亚的华人 非常悲惨的意义 同时还又针对很多马来经营团体 是采取合作的政策 把很多马来的官员 以前战前的那些比较 junior的官员就培植下来做 senior的官员 培养他们的那种执行力的 执政的这些能力啊 所以后来我们知道 战后很多马来关系都很有 那个执政能力是因为 日本时期是有做这样的政策 所以也是因此造成了所谓的 华人跟马来人的种族冲突的 一个很重要的开端啊 也就是日本时期的这个种族 分而自知 直接对抗的政策啦 就这个时候做下了导火索的 当然这个历史是另外一个话题啦 最重要是回到来今天跟大家想讲了 为什么我要讲了那么多故事 第一点就是 知道日本为什么来马来亚 占领了马来亚这些故事 还有做的这些事情之后 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运输 嗯 各位知道当初 马来亚很多港口也被他们炸了嘛 然后能够用的港口两个啦 一个是新加坡港口可以修复咯 另外一个港口就是在槟城 然后那个时候的槟城呢 算是对日本来讲啦 日本人来讲 最重要的能够跟纳粹德国交换 资讯的平台 我们知道 英国人虽然他出了马来亚 他还是在印度的 他那时候我们知道 英国也是有破解了德国的很多密码 叫做那一个叫做 Agnima Code啦 Alan Turing的故事呢 其实破解了那密码 其实是可以截取很多纳粹德国的电报 自然如果他能够破解了纳粹德国的电报 其实他对日本的电报也可以截取的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日本 其实那时候他们已经也是有怀疑了啦 其实英国是不是有截取了电报的一些能力啊 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 为了能够做好防范措施呢 其实刚好也符合德国在东亚的利益啦 就是希望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们安全的交换资料的 那个地方就是槟城 这个时候我相信大家会问我 为什么纳粹党人 他们的海军 他们的U-board 那时候的submarine啊 就是那个潜水艇 那时候潜水艇是很先进的科技 在下面发动了那个鱼雷啊 就可以随时炸掉那些运输船子啊 其实是对英国远峰的这些盟军是造成很大的打击的 然后为什么他选择冰城 是因为第一点就是日本人 他是已经占领东亚很多地方了 然后日本刚好那个时候呢 其实他的目标也就要打印度了 那时候他已经发动了缅甸战役啦 其实最重要是已经威胁到英国 刚好德国的军队呢 他也是在这个印度洋啊 也是有一些部队 是因为之前在非洲的一些战役呢 跟他的意大利盟友啊 其实是跟联军打仗的 所以他有一些U-board 其实是在印度洋呢 是专门设计这个英国的运输团队 包括从印度运回去英国本土抗战的这些重要资源物资 还有英国军队要打日本这些资源物资 他们有很多那种运输船嘛 来自殖民地 你知道那时候英国有很多殖民地 互相支持来支持去 来确保他们能够有战争的资源 能够持续得到这个补给嘛 所以这对德国来讲哦 这个伤害是非常的大的啊 为什么我这样子说 就是因为德国始终呢 他就是发动战争最大的机器 在欧洲没有什么自然资源 第二点就是 在没有什么自然资源的情况底下 他们又发动了对俄罗斯的战役 还有在北非的战役 所以有很多地方哦 他们的这个实力啊 已经很stretched了 所以他们也要需要亚洲的资源 同时他们也需要啦 确保这些亚洲资源 不要给英国人拿去对抗德国 这样子对德国来讲 一定是不好的消息嘛 一定是不利的嘛 所以 槟城的这个基地是很重要的 就是因为他们随时可以威胁英国 在这个印度洋的运输补给啊 也是同时要跟日本人交换资料啦 安全的交换战争的资料 所以他们时常都 也没有时常啊 其实是 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了 你从1943年到1944年呢 就在槟城呢 偶尔会出没 跟日本的军官交换资料 也包括他们的执行他们的所谓 破坏英军补给的任务啦 然后这项工作呢 持续了一年多 后来真的是 战争的晚期 靠近他们投降的那一年里呢 盟军一直有轰炸啊 那个航线 也开始找到应对U-Board 这个submarine的方式了啦 刚好日本的海军 也运去打太平洋战争嘛 因为 美国人开始打回来了嘛 他们不可能要守着马来亚了嘛 是不是 所以很多军队已经运出了 变成他们根本无险可守 日本在槟城也已经没有办法 保护好 他的这个U-Board了之后 U-Board自然也就推出了 这一个槟城其中 又回到他的 可能非洲战场啊 还是印度洋战场 继续打扰英国的部队 当然后来英国也就击垮了 很多他们的U-Board了 后来败局定 德国也投降了 那时候希特勒 就开枪自杀了这个事情 还有他的女朋友 在他去世那天 跟他结婚 那个爱人 就整个事情就结束了 所以 纳粹德国在槟城的那一夜呢 也就落幕了啦 日本之后也有顽强抵抗 差不多马来亚的资源 他也是有掠夺了很多 他也曾经想要成立所谓的 很多补给线的那种任务 也算是失败了 后来呢 这个 刚好这个 美国发明了原子弹 就在广岛跟长崎 丢下两个原子弹呢 然后直接全部 日本的殖民地都宣布同时投降 在那个时候 正式结束了 冰城作为这个纳粹 还是日本军国主义 军事基地的这个历史啦 也就结束了马来西亚 一段非常屈辱的一段历史 这个历史的这个题材呢 为什么很少人去做研究 第一点是 我觉得 可能也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第二点就是 这个历史题材 对马来西亚现在建国的论述上 可能不重要了 它就当做一个历史的小知识 给大家去做分享而已 我会知道这个事情呢 主要也是因为我在英国的档案馆 其实有看到他们很多时候来自 日军的威胁的资料里面 他是有讲到关于 这个纳粹Uboot的触摸的事情 所以从那边就有着手找很多资料咯 当然也没有非常多的资料 是因为第一点 Uboot的隐秘性是非常高的 这时候在英国的最优良的部队 都是在那个 叫做我们叫做Atlantic 这个叫做西洋 就是英国跟美国一条航线 那边也是遭受Ubo攻击非常多 所以他们要把最精良的英国海军 都要放在那边 所以远东 基本上也是算是把子 给这些日军跟纳粹军 是一直骚扰的 他们就是在这么艰难之中 一直面对这样的骚扰 来执行他们的战斗 所以为什么在很多资料上 我们一直 他们一直猜测不透 到底纳粹跟日军的这些行动 能够要怎么样去指导他们的这些行动计划 他们很多时候要靠当地的线人 还有一些线人冒险 通过秘密电报 打给在印度的英国总部来讲 第二个东西就是 当然 英国同个时候也是有跟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那时候是有共产党马共领导的 这个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从那边找到资料的 后来英国自己有栽培一群人 可能我相信他对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也是非常不信任的 他也是有栽培自己叫做 FORCE 131 应该叫FORCE 136部队 对 FORCE 136部队 栽培不同种族的人一起 去 在渗透马来亚半岛的森林 去做敌后工作 跟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一起做 从那边也是收集了非常多的资料 其中一个西深调的华人团员 最著名的 在现代历史中可能比较认识的 在新加坡叫做林某圣 林某圣 他就是其中一个非常著名的 FORCE 136的成员 他后来当然是被日军发现到 后来就死在日军的刀下 这也是一个很遗憾的过去 后来英国人回来 马来亚的时候也是有给他一个 在新加坡给他一个葬礼 所以 很多这些历史故事我觉得 对我来讲我是一个年轻人 我觉得我这一代人 如果我真的是没有接触到这些解密档案 我也没有机会到英国档案局去看的话 可能我到今天都不知道有这件事情的发生 我也不知道他怎样改变了马来西亚的历史格局 还有这个纳粹党人 我们就想到他在欧洲那么远 我们也没有想到他曾经利用过冰城做一个基地 作为他的好像侦查也好 还是交换资讯也好 还是要骚扰英军的补给线都好 我觉得这些历史呢 值得我马来西亚的后人去了解去阅读的 而且毕竟这是改变我们国家的历史 我们今天国家的一些早期的一些问题 为什么种族的冲突的起源 其实很多时候都来自日本时期这个时代 还有一些问题都是在这个时候延伸的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讲实话 我们的史观应该要更宏观一点 马来亚半岛曾经在世界格局里面 都扮演在历史角色中扮演过很多责任 中国早期就是孙中山搞的那个反清革命 再后来就是包括印度的独立革命 再后来这个二战的爆发 再后来很多事件都在马来亚半岛这么小的地方 都有发生过的 我也希望我们的国人能够有多一点国际史观 还有马来亚跟马来西亚在国际的角色 让我们的后代能够更加了解我们的历史 也会珍惜和平之余 也可以促进了解 我觉得当我们的国人都能够更加了解历史的时候 我们才会珍惜我们未来将要走的路 包括种族和谐 今天我们一直面对这个问题 包括融洽相处的重要性 包括当人家来打我们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一直对外 一起建立国族意识 一起保卫我们家园 而不是分裂我们家园的这些政治人物不负责任的论述 所以了解历史很重要 而且大家都是在这个历史下的受害者 马来亚被日本殖民被英国殖民 分裂完我们他们都拍拍屁股而走了 留下的就是受伤的我们 我们还自己在那里 为什么还要伤害彼此呢对不对 当然这个只是历史纯粹的分享啦 也是我的心得 我也希望通过这个视频的分享 大家也能够收获良多 我也很希望跟大家交流意见好不好 欢迎大家在下面 自由的给我知道你怎么想哦 这期的阳兄聊时事 有没有聊时事 聊历史呢 我祝大家身体健康 事实顺心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